泰语的年叫B,这是B 20年,是这样子 30年,40年,50年,60年 哇塞,这都90年了 看一下这是20年的木头 这是30年的木头 听到风的声音了吗? 风吹在树叶上,沙沙的下 看,这环境还可以 其实是一个博物馆 下午我们去了博物馆 但镜头都没有拍过完 因为我们要打车的时候 我师傅发现他的钥匙忘记拔了 所以就把电瓶给用完了 用完了电了之后 我们搞了很久 然后就找附近的泰国人帮忙 我们把车用皮杆拖出去了 所以那个园区我们也没有逛完 就出来了 然后找了一个店 把那个电瓶给搞了一下 反正挺麻烦的 就博物馆没拍完 但我们就这么出来了嘛 可是现在这个点 看太阳快要四五点时候 四五点的时候 泰国四五点的时候 太阳还蛮亮的 关于我们应该怎么活着 这件事情是非常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件事情 就怎么个重要法呢 就是如果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着 我觉得我不想去做任何事情 工作也好 结婚也好 赚钱也好 这不是为什么要活着的原因 我靠全学来了解这件事 花了十年 直到去年我认识这个师傅之后 才游走 真正的发现 原来生命真的是很神奇的件事情 因为我跟着他看过很多案例 就他可以根据别人的命啊 脸啊什么 就可以说出你未来要做的事情 甚至也可以预测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然后都是一一验证的 所以当你看的越多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 就有些东西是命中注定的 那这个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我很想探究的一件事情 嗯 很多真正修行很好的人 他是能看出你的前世今生 你会发生的事情 嗯 就有人会问大宝法王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能认识他的话 问大宝法王一些问题 他你问了他之后他打坐 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嗯 所以有些佛教徒 像特别是藏传佛教 他会知道他下辈子投胎是在哪一家 然后他说我住在哪里哪里哪里 然后他去世之后人家去找 那里真的在某一个时间点生出了一个新的男孩 哦那就是他了 就这些事情是可以看出来也可以算出来 但他不是通过八字也好 也不是通过秦门顿甲也好 也不是通过风水 他是通过另外一种方法是可以看出来的 牧师他也是可以知道你的前世今生的 嗯 就有些人在被牧师祷告的时候 啊 牧师祝福你的时候 他会说啊你以前做过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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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说的很准 他当然也可以说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 他也能说的很准 那牧师是通过算八字算什么知道的吗 不是 他是有另外的渠道来知道的 那包括我之前分享过那个 我去一个附生的老奶奶那里算算命 那他是知道八字什么的吗 也不知道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个灵附在他身上 因为他不是人类 不他是人类 但是有一个人 灵就是不知道什么动物吧 附在他身上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把你的命给算出来 你过去会发生什么 你未来会发生什么 你未来会发生什么 会怎么怎么样 他是都能算出来的 这件事情就很 让我 在思考 对 就让我在想 那既然这个东西是可以算出来 那显然 对吧 这个世界是有造物主的 突然间灵光乍现的一个念头 其实这个念头是人家给你的 不叫这个人给你的 是一个菩萨也好 是个神也好给你的 在你脑子里面装的一个念头 我们会常会发现一些事情就是 像我 有的时候会做预知梦 那我不知道那个梦是预知梦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去到一个地方 像在泰国我经常发生过 我发现我这个地方我曾经在梦里面梦到过 就我真的来了 那我在泰国9个月了 我很多地方我发现我来 我在梦里面梦到过 这就是我以前 我当时我现在也会做梦 但我通常没有 不会把它真的去 把它记下来 但是我知道我做过 就这个是预知梦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很神奇的 如果你不弄懂这件事情 你就直接去做什么工作也好 或赚钱也好 养家也好 成家也好 我觉得是很鲁莽的件事情 我想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才能够理解 我到底接下去应该做什么 那当然你工作也好 肯定是为了吃饭嘛 这个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我想把这件事优先级摆在更前面 就是我想知道 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我是把这件事情的优先级放在前面 然后以至于我花了这么长时间 还在研究这件事情 我花了很长时间在研究 那例如我从饮食上面研究 我研究过生酮饮食 从一日三餐变成了一日一餐 然后我就在研究生酮饮食的时候 我又看那些 就是禁食的书 断食的书 什么日本 台湾 还有些国外出过很多断食的书 包括很多宗教也就讲过断食这件事情 像道教有说过 地骨 对吧 然后南传佛教是故不食的 那他晚饭不吃 其实也就是断食了一餐了 对不对 那 穆斯林他是有摘月的 那个月白天都不吃东西的 他不仅不吃东西 而且连性性生活都要禁掉 就很神奇 直到我前阵子不是拍了个影片 讲我断食七天的经历吗 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 基督教也有禁食的 但我做完那个视频之后 神奇的事情发现了 发生了 就我突然间在 应该是在YouTube上面 看到了一支影片 讲基督教禁食祷告的事情 哇 我怎么能够允许自己有不知道的事情 特别是这种神奇的事情 我就看了大量的YouTube上 看一些牧师讲的禁食祷告的事情 当然关于那个圣经上面相关的经文 我已经听了好几遍 基督教有40天的禁食祷告 就这40天不吃 可以喝水 我这一个礼拜天天都在YouTube上面 看那个牧师讲那个禁食祷告的事情 你要知道那种视频通常都得一个多小时 一天看五六个小时 你大概一个礼拜也就 对啊 就看了50多个小时吧 专门讲禁食祷告这件事 然后我这越看 我能感觉脑子里面会有一股声音 就是说我也应该做这件事情 我也应该尝试用禁食祷告的方式来禁食 那那当然很多视频都会说 哈你不能贸然的直接就禁食7040天 但是还好由于我之前有禁食20 将近30天的经历 那我之前在我断食7天的视频里面也说过 我之前每年都有断食大概20多天的经历嘛 所以说我觉得我做一次40天的禁食祷告也不是很难 虽然我还不是个基督徒 我甚至也不是个佛教徒 虽然我在佛教做义工做过一个月 我不知道怎么称之为佛教徒 也不知道怎么称之为基督徒 我在佛教做义工的时候 然后寺庙做义工的证 很多人说你应该要受个喜啊 拿一个什么归一证 我相信佛存在 像有一次我去那个六祖寺参加水路法会 那天晚上就他们已经进行了嘛 开始了几天了 我说我在过去的 我就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天上很奇怪 因为那个闪电闪的很奇怪 然后我就到了六祖寺 我跟那个朋友聊起来那个闪电的事情 他说哦那个时间点他们应该在放宴口 那放宴口的意思就是 应该就是地狱里面的一些恶鬼啊什么 就是 就六 六 什么 水路法会好像指的是给 给六道轮回的人超生的一个法会吧 对 然后就是当时在放宴口 然后呢 就是里面的人 里面的那些众生会出来 所以说会有 会出现一些奇异的现象啊 天象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神奇 如果你在寺庙待的够久 你会发现更多很神奇的事情 像有些人在寺庙做义工 你会问他你为什么会信佛 怎么开始信佛的啊 他会说很多人真的 我问过很多人 这比例挺高的 都是因为之前反正就是得了一个很大的病 然后这个病呢去各个医院都治不了 然后花了很多钱 很费钱 结果后来有人跟我说来寺庙吧 然后我就来寺庙了啊 然后在寺庙反正就是 一点点做点事情啊什么的 这个病就好了 这个病其实很花钱 也快要就是很致命的一个病 其实基督教也有类似这样的那种 这个叫做什么 分享很多 你在youtube上也能搜到 我本来有个病快要死了 然后这个我信主啊耶稣 然后天天祷告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一年之后再去查 这个肿瘤不见了 就这种神奇的事情是有的 但我一直就没有搞到 对我相信佛教佛是真实 我现在的理解是 嗯 我现在的理解是 就是我们是人类 但是很多 森林他其实 嗯 能够主宰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可以有更高的维度看我 所以说 有些灵类呢 也可以负在人身上给人算命 那 他们是 看上去好像是比我们更高一点的 就他们可以掌握的东西好像更多一点 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 佛也好 这种灵类也好 那个上帝也好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真的没搞懂 就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佛也好 那个灵 什么 嗯那些 成仙的那些 那些那个动物们也好 上帝也好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真的不是很懂 就 我相信是有照悟者 能够从算命的角度 来预知自己的未来 包括自己的过去 就我知道我 我这六年做视频 我只有在第六年的时候会好一点 这六年通常都不怎么样 我运不好嘛 对 我运不好 甚至也不会赚很多钱 也没有怎么财运 但蛮适合学习的 所以我就把自己 我这样的心里还挺好的哈 赚不了多少钱无所 就我脑子里面突然在想哈 我应该可以做这么一件事 我想要 进行四十天的进食祷告 虽然我不是个基督徒 嗯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算个基督徒 你说一定要受洗吗 那按照仪式来说是 那你说一个佛教徒 他一定要那个 拿一个什么 皈依证吗 那中国的佛教徒的确是这样的 他会拿一个皈依诊 那基督徒应该找一个什么教堂受洗 然后怎么样 我不是很懂 但是我相信这个进食祷告 他不一定是一定要一个 受过洗的人才可以进行进食祷告 我也希望 我有写过一些东西哈 但这个不叫洗 其实是我看了这么多 毕竟看了几十个小时的YouTube 视频之后 看了这么多牧师讲那个进食祷告之后哈 我理的一件事情 就我觉得哈就是 嗯 进食祷告呢是 从今天开始 但不是从白天开始 是从傍晚 就是太阳落山之后开始算 那就是今天晚饭我就不吃了 那你看今天白天我吃了顿饭 然后点了杯奶茶 那我想用视频的方式来记录一下我这四十天的里程 嗯 进食祷告 嗯 我会 在这未来的从今天开始的 就是半晚开始算哈 四十天进行进食 然后呃就怎么个进食法呢是 就是 只喝水 尽量喝没有营养的水 就是不要喝牛奶也不要喝奶茶 对吧要喝咖啡如果我出去的话 肯定要喝咖啡馆总要点东西的嘛 我应该就是只点黑咖啡不要加糖也不要加奶 然后把这个三餐的时间都省下来 省下来呢就花每天要花三个小时时间 来看和圣经相关的东西 有可能是跟基督药有关的书 也可能直接是看圣经 又或者是直接看youtube上面某一个牧师的讲话 然后每天把吃饭的时间用来看这些东西 看三个小时吧 每天三个小时 然后这个视频呢就是用来记录这40天的里程 我想每天三个小时 40个40天的话应该也是蛮长的一个时间了 应该能够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从基督教的角度 这40天呢减肥肯定是肯定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每天去称体重 就缺失了这件事的真正的意义 我真正的意义是想要更亲近神 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肯定是有造物族的 但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奇妙了 算命也可以算得很清楚 佛教也有很神奇的事情 对不对 我对基督教的所有的理解 也是只是十年前我曾经去过教会 因为有帮香港朋友同学嘛 他们经常去教会 我也去过教会 然后对啊 曾经我在英国生活过四年 到处都是教堂 到处都是石子教 然后我没有看到有个人做自己每天的进食祷告 但是我又在YouTube上看到一个小姑娘 她做了个40天的进食祷告 然后第40天的时候吃了一顿饭 然后她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再继续进行下去 然后她又做了 延长了20天的进食祷告 然后呢就做了60天的进食祷告 也就没有吃没吃没喝 是一个台湾的小姑娘做的 嗯 但没有没有 她不是每天都发嘛 然后我想做用这个视频来 发一下我们这40天的旅程嘛 嗯我想到的方法就是 把自己每天的想法 自己看书的想法 然后对啊 还有些我每天出去玩的镜头留下来嘛 那给大家看看 其实这40天不吃东西是可以存在的 我这之前20多天也没有记录下来 但那时候我每我20天的时候 一两次20天的断食都是在旅途中 一次是在日本韩国 然后跑北京 还有一次是去年年底 就是云南呢贵州玩 就见很多人嘛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碰到一个狼很危险 你这个时候说哎呀我要先吃块肉才能够跑步吗 不是这时候你要冷静一下 生气一口气 然后撒腿就跑 你有力气跑的 你相信我 你肯定可以跑得动 那可见 我们的养分 不一定是来自于食物 有的时候呼一口气也可以 对不对 我每天都在跟这个世界进行交流 你哪怕最生气的时候 你也在呼吸 这个鼻子是没有停止工作的 你哪怕睡觉的时候 这个鼻子还在呼吸 对吧 你哪怕吵架 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你还在呼吸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的生命 靠的是呼吸 靠的是干净的空气 对不对 水当然也是必要的 干净的水 虽然好像耶稣那四十天的禁食祷告 我连水都不喝 但我觉得还是要喝点水比较好 这就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做一下一个非基督徒的禁食祷告 一个四十天看圣经的过程